镜头来到中国大陆福建 这里人们黄汤下渡后 遗留下了满地的酒瓶 接下来镜头就带您了解 福建南境当地的生态 以及一群跨年龄世代的环保志工 福建南境的酒楼外 此际环保志工忙进忙出 民众环保预事高涨 愿意加入慈濟当环保志工的年龄层 一路下渡 许多人士下班后就穿上志工背心 其实环保跟工作没有矛盾 环保就是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做 其实家庭里面也可以做 然后走出来外面也是可以 跟上班不会有商品 这一切都起因于过往的恶劣环境 以前酒店 饭店 还有工厂等等的一些玻璃瓶 酒瓶都会扔到河滩里面 或者垃圾桶里面 造成环境污染 那后来通过志工不断的 弃而不舍这样子的宣导 很多厂家还有饭店 他们也会配合把这些玻璃瓶 酒瓶收集起来 然后志工定期去回收 老牌军再加上青年军 这样的混合兵团将共同守护 南境的这片土地 戴上这下班志工陈建华 福建报导 我们假设最有色来和 出品统带 故隐